哈啰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呢 想要帶大家跟我一起來 Get Ready With Me 那用的東西呢 都是最近的彩妝新品 我發現呢 我真的好久沒有拍這種 邊化妝啊邊講話的影片 所以今天呢 就是充滿興致的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這個妝容呢 主要會是走一個比較清淡的路線 因為看到近期韓國妝容 都是越來越偏向這種 麻生感的妝容 所以想說帶大家一起來畫一下 好那假如說對今天的這個 Get Ready With Me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最近的化妝步驟呢 有一點改變 以前呢都是先畫底妝 然後再畫眼妝嘛 但是最近呢 我非常喜歡 就是先畫眼妝 然後敷上清潔棉片 最後呢再畫底妝 所以今天呢 就會帶來大家 跟我走一遍這個步驟 這個呢就是可以撕為兩半 然後我通常會先用這一半呢 清潔一下我的臉 就是大概擦一遍 清潔棉片呢 它就是可以溫和去角質 然後讓這個 清潔棉片上面的精華呢 能夠讓肌膚好好的吸收 這款我覺得非常適合在妝前使用 因為它就是一個清爽保濕的棉片 接著我就會把剛剛剩下另外一半呢 敷在臉上 然後再拿另外一片 敷在這邊 然後額頭 我會 敷一下 因為要畫眼妝呢 我就先把鏡頭給拉近一點 那在畫眼妝第一個步驟呢 我要先使用愛愛咪咪的這個眼影打底露 這款呢我最近真的是幾乎可以說是每天都在用 有多了眼影打底啊 真的是可以讓眼影更加持久 然後更不會極限 而且它這一款是有點輕微提亮膚色的 一開始它會屬於這種比較水狀的感覺 但是過一下之後它就變得很乾爽 它大概有一點點滑度 你後續暈染眼影呢就會超級好暈染的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眼影呢 是來自於愛愛咪咪他們家最新推出的 這個軟萌眼影 真的非常可愛 一個呢是做像這樣熊熊的圖案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兔兔的 他們主打這一盤呢 是一個多功能的眼影盤 像是這一盤呢 它就可以當作是眉粉啊跟眼影 另外一個這個兔兔的呢 它是可以當作是腮紅以及眼影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是在這個眼影盤裡面呢 有個轉印技術 就是這個蝴蝶 你就可以壓了之後呢 點在像是顴骨這個地方呢 能增加一點女團妝的氛圍 那時候一用整個下刀 它的轉印技術真的太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試色 熊熊的這一盤 整體是屬於這種低飽和色系的棕色 亮片色這兩個顏色呢 都非常漂亮 裡面是含有大大小小的細閃 這個呢就是這次主打的轉印技術 它非常的扎實 然後也很薄 草莓拿鐵色的這盤呢 我覺得它色彩薄度看起來又更薄了 不過它的這個腮紅色非常好看 這顏色會比較適合白肌來做使用 一開始呢 我們先用這個淺色呢 幫眼皮做一個提亮以及打底 今天眼妝呢會走一個 超級清淡的眼妝 因為呢我最近就是看了Hype的新女團 Allie他們每個成員的妝容 我發現呢 他們的妝真的都超級淡 那樣子的妝容看起來就是很舒服又很耐看 所以我今天化妝呢 就是會走一個這麼清淡的路線 那上眼皮現在打底過後 你就會覺得眼皮整個看起來是比較乾淨 然後比較明亮的 接著呢我們就用這個蝴蝶旁邊的棕色 來幫上眼窩做一個搭地 而且我覺得上眼影化淡一點啊 對於新手來講會是比較好上手的 不會讓你的眼妝看起來很髒 就是主要是讓你的眼皮有消腫的功能就好了 不需要畫太多層次就是簡單 接下來我們是來畫下眼影的部分 我把這個綿片給往下移一下 剛剛忘記上打底膏了 趕快來補一下 平常在畫這種眼妝的話 大概就是5分鐘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因為今天拍影片 所以速度會慢一點點 一樣先用這個棕色做打底 有眼尾的部分可以先貼著根部畫 然後再把它往下一點畫出一點 臥蠶的陰影感 當你這樣子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臥蠶是自動跑出來的 有沒有自然的陰影感 接著呢我們拿出這支小刷子 沾取這個打底色 現在的臥蠶不會像以前一樣 畫超多那種陰白色亮片 現在大部分都是以像這樣子很自然 霧面色為主 當然你也可以用一些亮片在後面做點綴 加一點點粉色的話 你也會覺得整個臥蠶的肉感呢 會再明顯一點點 放一支扁平的刷子 畫一下臥蠶的陰影 眼尾的根部呢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加強 但是顏色都是不用太努力 所以盡量淡淡的就好 貼著睫毛根部加深一下下 煙灰後三分之一處的陰影 接著我們沾這個亮片跟這個亮片 點綴在臥蠶的中間 一點點就好了 就是這樣一點點 拿這個SOLONG的眼線膠筆呢 來填補一下睫毛的根部 這支就是很好用 我還送了一支給提粉尼他也很喜歡 這樣子呢眼神看起來會比較有精神 大家我真的覺得他好可愛喔 他的舞台真的是青春羊 他的眼尾呢我覺得他只有拉一點點 所以這個呢我先用眼影打底 然後再用眼線筆拉一下 沾這個最深的棕色 然後拉一點點 啊太多了 再明一下 接著我們來用看1028的這個新的眼線筆 他主打他是只有0.01mm 超快乾 好我們來試試看 哇這個包裝我覺得比以前好像更有質感一點 筆頭現在看起來是真的很細 喔 很可以耶還蠻好駕馭的耶 就是畫兩筆就上去 他的筆頭真的是很簡單 睫毛根我也再來補一下 這支眼線膠筆目前第一印象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出水很穩定 然後筆是真的非常細 可以畫出這種很細緻的 那我們今天用的睫毛膏呢 是來自於韓國的品牌 OINIA他們家的新睫毛膏 然後我手上呢有三個顏色看一下 他的外包裝質感非常好 是有一種玻璃感的 然後是這樣子純淨白色的感覺 後面這邊呢他就是有告訴你睫毛膏的顏色 一個是黑色然後一個是棕色 還有另外一個呢是透明的 先用這個透明的呢來試試看 他這個刷起來感覺跟MISSHA的那個透明的睫毛感好像有一點點像 就是現在刷起來睫毛好像就自動變成一束一束的有沒有 就是讓你的睫毛看起來很乾淨 根根分明不會有亂差的狀況發生 這樣子很自然耶 就是你的原生睫毛但是睫毛是有束感的 所以存在感呢就會比你原本就是還沒有刷之前看起來是更加的有神的 但是他這款整體的質地我覺得有比較濕一點點 還是疊上一點點的棕色睫毛膏 剛剛的打底膏雖然說讓我的睫毛有一束一束的狀況發生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馬上讓我的睫毛有點塌下來 今天的原生感眼妝呢給大家參考一下 用的顏色很少沒有過度強調睫毛以及眼線就是你最原生的眼睛狀態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我們現在敷完之後呢我在上底妝之前我們先上個乳液 我最近就是妝起來還蠻喜歡用它的 就假如我說今天肌肉沒有特別乾的話 我就會選它 它這乳液呢它是屬於那種非常水感的乳液 不會有黏膩感 然後保濕度就屬於剛剛好 這款我覺得應該還蠻適合就是夏天來做 接下來我們來到妝潛的部分 128呢他們家最近推出了全新改版的Oil Block的妝潛紋 那這款妝潛紋它之前評價就非常好 這次呢有三個顏色分的是膚色紫色以及粉色 那這個系列主打呢它就是更控油更隱形毛孔 防曬係數呢有來到SPF無私家的防曬係數 就是以夏天來講的話我覺得還蠻足夠的 使用前呢可以先搖搖 那天呢我有先用了粉色 我覺得它校色效果呢還蠻驚人的 那紫色倒出來它是像這樣帶有點藍紫色調 對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非常水感的這一種妝潛乳 聞起來它是有一點點輕微的酒精的味道 有沒有看到嗎 推開來之後這邊馬上有一種提亮膚色的感覺 它這個校色效果真的是蠻明顯 大巴這邊暗沈可以帶一點 現在呢我上了這半邊也給大家比較一下 應該還蠻明顯可以看到這邊的膚色變得比較均勻 然後蘋果肌這一塊提亮感是非常明顯的 然後呢我覺得它對於就是毛孔修飾效果非常不錯耶 給你們近看一下 我上這邊看起來真的是還蠻無瑕 然後肌膚很好的感覺 然後眉上這邊的毛孔看起來就會比較明顯比較大一點 那近看的話應該可以更明顯也可以看到就是 膚色提亮的這個部分 另外一邊呢我就是上粉色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粉色啊是帶有一點點蜜桃色的顏色 現在呢我一邊是紫色一邊是粉色 基本上這兩款的校色效果呢我覺得都很棒 假如說你是肌膚有蠟黃問題的話 這兩款我覺得都可以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紫色這一款我覺得亮白感會再多一點點 然後粉色這一款就是屬於那種比較偏自然修飾的感覺 這下部分呢沒有新品我就是一樣用彩糖的這一款 但是呢Solong的粉撲呢有新品 我最近用到一個超級神奇的粉撲 它是做像這樣手指粉撲 但是它非常的薄然後很柔軟 可以把這種遮瑕膏呢推的很均勻 而且因為它的毛細孔很細 所以也不太會把遮瑕膏帶走 你上了多少遮瑕膏在眼下它就會停留在哪裡 所以它上出來的妝效是非常的高遮瑕的 也因為它前面這個指尖的地方很細 所以你要處理一些細節的地方 它也可以處理的非常好 推完眼下超級平整的 那或者說你也可以直接這樣子沾 這樣之後上在你要提亮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呢就有點像是你的第二層手指 但是比你的手指呢可以再拍得更加均勻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那種轉印的狀況發飾 接下來今天的底妝呢要用Pony Eiffel他們家 這個小金磚的升級版 我跟大家說我這幾天用下 我發現它真的很厲害很好用 然後相較於以往呢我覺得它的粉體呢 真的是有更加的細緻 然後更服貼在臉上 因為它的粉體是有做升級的 朱達呢就是混合機跟油機都可以來做使用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輕微的氧化狀況發生 換一個1028的 我覺得有好一點但是 還是偏硬偏紮實耶 是現在流行這樣比較紮實的粉撲嗎 再換一個 換成Solo他們家的雙面粉 一邊是絨面的 然後一邊是做像這樣比較偏 密度比較細一點的粉 它這個有點厚但是拍起來有好一點 但是有點太厚了 不會吧 今天一直試不到可以上底妝的粉撲嗎 接下來換一下Solo這個愛心舒芙蕾粉撲超級可愛的 這個我剛剛用呢舒服多了 然後拍的也還蠻均勻的 它這款是可以雙面用的 你可以這樣子用尖頭的地方處理細節 然後再轉過來換一下愛心的頭 這樣子拍開來 現在呢我整臉上完了這個小金蓋 但是我剛剛因為一直換粉撲 所以忘記保留半邊臉給你們看 但是應該不難發現它整體的遮瑕度非常高的 使用量不多 但是它就可以達到一個 就是這麼高遮瑕的效果 然後給你們近看一下 它整體的妝感啊 其實我覺得它是非常細的 粉體也很細貼附度也很棒 修飾毛孔效果呢也很不錯 整體呢是屬於像這樣比較偏霧光感的感覺 然後在臉上是很輕盈的 完全不會有那種厚重感啊 跟負擔感出現 這款呢它整體的持妝度跟控制度 我覺得都非常的不錯 我昨天去台中的時候呢 也是用這一款氣墊 它整體一整天下 會變得有點微微難緊 然後完全沒有脫妝 修容量呢也不會到很多 就是到晚上你會覺得它的妝效呢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假如說你是混合經驗油機 想要在大熱天找一款妝效漂亮 然後又高遮瑕又持妝的氣墊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款呢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我最近超級喜歡用它的 只是說它的粉撲真的是不知道我什麼好硬喔 然後呢我最近眼下定妝呢 都非常習慣用艾艾蜜蜜的這個紫色蜜粉餅 因為它是帶有一點提亮效果 然後加上它的粉呢真的很細 所以你這樣子大面積的壓在眼下是完全不會卡粉 然後同時又可以幫你的腮紅做一個打底色 也可以提亮你的蘋果肌一舉三的 然後我就是一樣用所有的這個新粉撲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設計 感覺還蠻不錯的 喔這個粉撲很軟耶 在臉上很舒服 你們看一下有上跟沒有上 你就會覺得這邊多了一點點粉紫色的膨潤感有沒有 你就會覺得這邊看起來嫩嫩的 然後這邊看起來就是比較沒有粉嫩的感覺 這個粉撲呢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腮紅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用兔兔盤裡面的這個腮紅 假如說你像我一樣是顴骨寬的朋友 在顴骨內 加一個倩碧的這個小花腮紅 倩碧的小花腮紅 我以前討論度很高耶 但最近好像都沒有什麼討論度 不過我最近把它拿出來用 我還是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會帶有一點點淡淡的光澤感 就是你上去除了會有好氣色的感覺 以外你也會順便覺得你的皮膚質感有一個提升的感覺 最後呢我們來到唇彩的部分 愛咪咪呢最近有推出了這一個柔霧的唇膏 然後我手邊呢有五個顏色 我們先來看一下試色的部分 有很多這種比較偏杏桃色的顏色 這款奶霧唇膏呢主導它可以快速沈摩 然後質地呢是屬於那種保濕啊 不卡紋又非常滑順的質地 那我現在呢就來用它們家的04號色 就是比較主打的顏色 它整體的質地其實還蠻滑順的 你有沒有看 第一筆下去的時候會比較乾 但後面它就會軟滑 但是我覺得它顏色有一點點 螢光的感覺 你們有覺得有嗎 然後我來近看一下 我現在剛上上去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微乾的感覺 它會有一點肌線激在我的唇紋裡面 因為它的質地是屬於那種比較偏泥狀的 然後比較偏泥狀的話呢 用在我嘴巴下面就比較容易會有 肌線的問題發生 喔其實它真的是有沈摩耶 沒有什麼轉印狀況發生 就是這個喝飲料我覺得應該是沒問題的 就這種質地對我來講就是沒有那麼的適合 這款唇膏雖然說它會沈摩 但是我覺得它很好卸 沒有什麼染唇的狀況發生 色呢就挑了一個比較珊瑚色的顏色 這個呢是LAMU他們家的唇釉 妝容都完成了差不多之後呢 我還要來用1028他們家全新推出的這一個 超保濕維他命C定妝鋪 他們家的保濕定妝鋪呢 在寶雅一直都是熱銷前幾名的產品 真的是評價非常好 那這次推出的這個維他命C啊 裡面除了有添加維他命C以外 它裡面還有添加B3的成分 那這款呢我還沒有使用過 所以今天來試試看 它的包裝我覺得很可愛 是這樣子黃色的 對忘記先按幾下 先讓它的噴霧先勻一下 然後我們再上它臉上 這款呢它噴起來會有個淡淡的橘子味 然後噴霧我剛剛用我覺得還蠻細緻的 上它臉上完全不會讓臉上濕耶 但是我覺得它會有點輕微的熏眼睛 因為我自己眼睛是開刀雷射過 所以比較敏感 除了這個小問題以外呢 我覺得它整體的那個噴霧非常細緻 然後噴在臉上感覺也蠻不錯的 那假如說你像我一樣臉啊 很容易這個法令紋會激粉底的話 蠻推薦大家剛像我一樣 以這樣子的方式噴 真的是可以延緩肌線的狀況發生 這改善效果呢真的是超級好 強烈推薦大家試試看 然後現在呢我的妝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很清淡 沒有什麼太多明顯的顏色 連眼妝都是走一個很清透自然的感覺 睫毛沒有特別翹 然後眼線非常細 這樣 我覺得看起來會比較清和一點 比較沒有殺傷力 色妝我意外的非常喜歡 這樣妝感覺好像還蠻有氣質的 而眼妝就是著重在下眼影 然後上眼影就是盡量淡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總結一下 今天我覺得用到還蠻不錯的產品 因為之前有觀眾建議 我說可以在最後來一個大總結 所以大總結來了 首先第一個呢我自己還蠻喜歡 就是這個Pony Feil的小金磚 這個呢我用了幾次下來之後 我發現它真的是很磁磚很空 在臉上又不太會有厚重感跟粉感 所以假如說你要找一款高控油高齒妝高遮瑕的氣墊的話 這款呢非常推薦給人家 適合的膚質的話 我覺得混合肌跟油肌呢都可以試試看 接著呢是1028這支眼線EB 我覺得它的出水量呢非常的穩定 然後筆頭呢是真的很細 所以它可以拉出一個超級纖長超級細緻的眼線 然後色彩飽和度呢我覺得也非常的足夠 這款我今天用下來覺得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呢是Solong的這三個粉部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手指粉部 它非常的薄然後密度很高 所以它很像是你的第二層手指 可以把遮瑕拍得非常的均勻 然後又不會把你的遮瑕給吸走 超好用的 然後這一個粉部呢拿來定眼下很方便 尺寸夠大 然後又有細節地方可以處理 這個也很好用 然後上粉底的話呢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就是他們家舒芙蕾粉部的愛心版 128這個妝前我覺得紫色這一款我還蠻喜歡 它提亮膚色效果很棒 然後又可以修飾你的毛孔 質地呢也是非常好延展的質地 iMP的這款眼影呢我覺得還蠻好暈染 然後色彩飽和度偏低 就可以打到出現在這種比較流行的眼妝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品 Get Ready With Me 就是很久沒有拍這種邊化妝邊講話的影片 之前我都是把產品用過之後做一個總結嘛 但是今天呢就是很想帶來大家跟我一起來化妝 然後希望大家呢會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啦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一個人 куп你們 微笑得很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